大家好,我是洪梅班的吴宇晨 我今天講的故事是 慧姑娘有一天 她有兩個姐姐跟媽媽 起碗 我弟 她全身都是灰疼 她所以她叫慧姑娘 有一天 餐包裡面要舉辦一個舞会 男子姐姐媽就讓慧姑娘去 然後隨便拿來 男二人 deinenマ的 konuş 就要被盜 street 然後他說 12點要趕快回來 然後以毛髮會消失 他說 12點到了 他趕快跑回去 叫唄一直拖雷線 王子就很想念他 他找大神来找微姑娘 然后他还是找到微姑娘 然后他找到了长期 王子就很开心 然后不能见乎快乐 等着我讲话了 谢谢大家